魏王公 公子 您怎么了贴身公式亭云扶住有些微醺的魏英 在玉湖的亭子外站住 顺着魏英有些缥缈的眼神 往被朦胧月华和七彩烛光笼罩着的湖面望去 真美啊 魏英低声叹息 亭云一时没明白魏英的意思 玉湖是魏王为讨一心入宫的江南美人欢心 特地命人挖的 耗费数十万两 只换来江南美人一笑 及数万魏国百姓雪上加霜的窘境 如今 玉湖的揽月风光 游存 那江南美人却早已失去军宠 再无花宗 公子 夜已深 您今晚宴上饮了许多酒 奴夫是您回宫休息吧 亭云看魏英 只顾愣愣望着玉湖 半忧半疾地劝导 扶我去亭子里坐坐 魏英仿若不觉 亭云的犹豫 脚步有些蹒跚地往亭子里走 亭云怕他摔倒顾不得再劝 赶紧上前掺紧了 公子慢些 亭子四脚都挂着气死风灯 风铃在空中倾荡 暖黄色的烛光与爬进亭子 一角的月光相叠 伴着桌上的暗箱浮动 竟有些油脂的迷色 魏英直接坐在亭子最外那一边 手搭在亭栏上 神色平静得有些诡异 亭云一边命下人 回宫将白球披风取来 一边亲自给魏英倒了杯热茶 公子 您先喝口茶暖暖吧 放着吧 今晚喝得够多了 魏英头靠在手臂上咽咽道 公子 魏英不愿回头 亭云只得放下茶水 低声主人去取糕点 你们都退下吧 让我静一静 魏英在掠着温香的夜风中 似睡非睡的微眯着眼 吩咐道 亭云听了挥挥手 让那群公事退出亭外 自己则退离几步 视线仍放在魏英身上 以免他出事 魏英不以为意 只用仅存的清明 带出唇边一丝 无声冷笑 看似保护 实则监视 想来是他那父王 怕他这枚棋子不听话 亦或是做出不符身份之事 从而失去了利用价值 顾明里 暗里已安排了不少眼睛盯着 连本该最亲近的贴身公事 如今也是战战兢兢 唯恐哪里对他看顾不周到 出了差错惹来 魏王大怒 天下谁不知 天子一怒 浮尸万里 尤其是一个王朝 即将走到尽头的陌路帝王 拯救已徒劳无功 故发狂起来 更是歇斯底里 亭子里外 一片宁静 仿佛所有的俗世喧嚣已远远退去 但透过光影璀璨的水面 魏英朦胧中 看见了那片阴沉幽际的湖水 就如魏王朝的命运 表面看着风平浪静 实际上早已暗潮汹涌 犹如飘灵之花 只能随波逐流 可叹可笑 魏英喃喃自语 慢慢陷入一个迷离又瑰丽的梦境中 阿县 小小年纪 整日想那么多做什么 有阿兄在 不必愁眉 看 阿兄这次给咱们最聪明的阿英 带回了什么 温柔的兄长坐在廊下笑着 手里轻轻甩着一块坠子 欲着有何稀奇的魏英点着脚 好不容易从调皮的阿兄手里 抢过那块玉坠子 一看一摸后只撇撇嘴 不识货的小孩 这可是再难寻觅的蓝悬玉 魏英摸摸魏英的头 四探四愁道 爱 阿兄 你怎么了魏英握着那块玉笑着抬头 阿兄莫忧心 阿县很喜欢他的 阿兄是在想 咱们阿县怎么长得那么好 真怕以后求亲的郎君会把王公的门槛都踩碎 魏英眼去忧愁 轻笑道 阿兄 阿县知道你在忧虑什么 别担忧 大不了阿县毁了这容貌便是了 魏英却一开始 县宝 阿县莫小看这小小一个玉坠 他可是姑苏侯蓝氏世代至宝 传闻与蓝氏的子孙传承息息相关 阿兄这次密网姑苏暗访 也是偶然得知 说来说去 还不是一块玉 阿县皱皱鼻子 与我宝侠里那些玉笔 实在看不出好在哪里 不过只要是阿兄送的 阿县都喜欢 待会儿便拿来垫桌脚去 阿县拿 你这桌霞性子 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魏英无奈一笑 阿兄 阿兄 魏英闭着眼喃喃着 一滴泪从眼角滑落 直滴入湖中 无声无息 小公子哭什么一声暗哑的低笑 想在昏昏沉沉的魏英耳边 嗯 杨 魏英抖抖耳朵尖 想抖落那抹温热的气息 呵 小公子好生乖巧 鼻咽上 乖了许多 那声音带着笑 萦绕在魏英耳边 不要 魏英微皱着眉 想赶走那道烦人的声音 手一抬 却好似动不了 他眉毛皱得更紧 已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只喊着让他最安心的那个人 阿兄 本侯可不是魏太子颖 轻笑中带着侠逆 一手在半醉半醒的小猫儿腰尖妈撒着 一手捏着 白嫩下巴抬起预亲 却看到 泪水在魏英脸上 无声流淌着 连眼角都溢满了哀伤 罢了 谁让本侯今日心情好 便允许小公子为别的男人放肆一回 只此一回 下不为例 嗯 魏英觉得自己 被放进了一个火炉里 全身都被烧得好热 脸上唇角胸口腰尖双腿 无处不热 还有一双铁钳在身上 一遍遍烫过 热得他浑身冒汗 小公子 真是美妙绝伦 姑苏的三月春水都万万不及 调笑的腔调 带着如湿的温热在皮肤上不停滚动 魏英逃不出来 只不停摇头 不 不 热 哪里热这里们骨节分明的手掌 溜进了掀起的衣摆下 贴着魏英暖热微汗的后腰抚摸着 好湿 小公子的内衣都湿透了 真的这般热 热 魏英双手不停挣扎推嗓 却很快被锁在背后 不 不是梦 他惊慌着努力睁眼 眼皮却四千金坠 挣扎许久即将要看清那声音主人 睁眼瞬间却只看到一条黑布暗下来 挡住了自己所有视线 魏英身体猛地后仰了一下身子 却听到身前人暗息一口气 再出声 嗓音又沉哑了几度 小公子真是 莫动 不 滚 开 魏英拼尽全力不停转来脑袋 那条黑布还是有条不紊地记在了他脑后 蒙住了他双眼 滚 开 不 四落单孤红哀鸣 却被紧紧堵住 两久 魏英全身虚软地往下倒 被手臂稳稳拦住 原来梦中铁钳是粗壮的手臂 救 孤恩命 魏英被手指夹住舌头 呼就口齿不清 不停颤抖着 小公子害怕本侯亲密 又夹着霜冷的语气 如舌爬上耳记 魏英无法自制地全身颤抖 是你 公子这么久才发觉是本侯 该乏 说完 魏英只觉腰带一松 全身立时绷紧了 已被松开的唇舌发僵 满是苦味 姑酥 西明侯 蓝忘机 本侯在呢 第一次 听小公子嘴里喊出我名字 真真好听 蓝战奖赏般舔了舔 魏英小小的侯节 温柔浅犬 底下双手揉血团的力度 却似硬铁 把身上如鲜鲜揉柳般的小公子揉捏得浑身发战 放开本王 大胆 你可知 本王是魏王公子 小小猪猴子 竟如此 荒唐 魏英醉意已全被吓跑 体内穷将已变成身上层层冷汗 恐惧使他声音变得尖利时分 他第一次在人前挑明自己向来厌恶的的王子身份 期盼能吓跑对方 公子献 不 公子英真可爱 一害怕便缩紧 蓝战拍拍魏英绷紧的后腰 语气里全无惧怕 魏英努力冷静下来 他看不见 只能拼命放低喘气声 想听清楚自己在哪里 以便寻找逃生机会 有轻轻的风铃声 这股暗箱 他还在御湖亭附近 怎么会亭云和那些公事呢 他们竟眼睁睁看着主子 被带走毫无反应 难道说 这是父王 允许的 魏英被这想法惊到了 一股寒意 不容忽视地窜到心底 你这般挑衅 与七君网上合意 世子唤可知道 自己与金氏联姻之事 今日已定 不容更改 其他前来参选的诸侯国世子 均已承认 只待今晚欢送宴过后 各自回封地 蓝湛感觉到魏英全身僵硬 他抽出双手 把硬邦邦的人揽入怀里 小公子真聪明 本侯真是越来越喜欢了 你不怕吗 魏英嗓子干涩 好似被什么堵住了 怕什么 蓝湛笑意清晰 怕金氏子发现本侯亵渎了他的未婚妻吗 魏英被他笑里阴寒下的一领 还是压住了那股巨异 西明侯 您怕是晚宴上喝多了 醉一席人 方做出此等饭 知举 我保证 只要您立刻停手 此事你知我知 不会再有第三人发 呜 蓝湛收紧了手 借着从甲山间隙 倾泻下来的月光 看清魏英脸上 冷汗和唇上 咬痕 凑近了问 小公子是想说 我在饭上喝喝 莫非公子不知 本侯生来 最爱作乱 你不怕死吗 你竟敢如此对我 若父王知道 若金氏子知道 啊 痛 变态 魏英只觉腰都要断了 凉风吹过 皮肤上起了一层层鸡皮疙瘩 他不敢再刺激拦战 只在男人愈发无所顾忌的进犯中 瑟瑟发抖 他只不懂 猛猛回想 今日宴上出剑 蓝忘机 看起来 除了冷漠些沉默些 与其他诸侯王子并无不同 是了 魏英在不停刺激中央起头粗粗喘气 当时他只谈谋 扫了我一眼 便已让我如坠冰窖 连之后的敬酒都未曾指示过他 那时的直觉不是假的 此人果真非同一般的张狂 竟敢在魏王宫中行这般恶行 却如入无人之境 这便是他的母国 连一届诸侯之子都挡不住 使我受今日之辱 若是阿兄还在 若是阿兄还在 小公子乖乖长大 等本侯来接你 言下之意 却把金国柿子金子轩 魏王刚给魏英定下的未婚夫 视若无误 哈 魏英四悲四喜的低气一声 软软倒下在无意识 蓝湛意味不明地看着贪软在怀里的小公子 抬手将那条已被泪水浸湿的黑色袖带解下 与附住对方双手的袖带一起射进怀里 扶了扶他红韵染透的脸颊 下一瞬将人横抱起来 走出了亭边假山 魏英的攻势 亭云浑身脏污地跪在地上 不敢抬头 弥漫在周围的淡淡血腥味还在提醒着他 这里曾躺了一地尸体 主子 此人可要处理一黑衣男子 发现蓝湛走出来 上前低声请示 亭云已完全失声 只惊惧地软在地上 不敢求饶 暂时不必 我的小公子今日怕是吓坏了 可离不得人 蓝湛抱着昏迷的卫英 踩着满地血迹 悠然走向碎岸宫 亭云被人半拖半提地拉起来 听着黑衣男子命令手下收拾干净 便带着他跌跌撞撞地跟在蓝湛身后 回了碎岸宫 亭云被丢在殿外 他老老实实跪着 也不敢起来 过了半个时辰 才见殿门打开 那个染了一身冰河香的煞神 慢慢地躲步而出 察觉他冰冷的眼神看过来 亭云伏低了身子 好好照顾小公子 耳边留下清清凉凉的一句 带亭云慢慢起身 周围已空无一人 他压下冷战 慢慢爬起来冲进殿里 内殿的冰河香已快燃尽 层层叠叠的暖黄色围蔓 在轻轻飘动着 可亭云没心情欣赏这种柔和之美 他穿过最后一层围蔓 紧张地掀开紧闭的床障 魏英正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眼泪沾湿了一大片金黄色的软枕 亭云不敢再想 直抖着手跪了下来 公子 魏英不说话 亭云趴在床边哭 公子 奴该死 奴护主不利 您别下奴 听闻 虎毒不似子 一只病虎却不然 他想赶走恶柴 所以引来了狐狸 狮 狮 妄想借狮子的力量对抗恶柴 魏英转头看向亭云 眼神空洞 却不知天下没有傻子 公子 亭云听着魏英胡言乱语 吓得眼泪都停了 奴去传太医 出去 魏英转回头不再理他 公子 魏英闭上眼 不愿再回忆 带给他噩梦一般的那双手那张唇 第二日 各国诸侯世子带着车队陆续出城